這是一個常常出現的問題 給你一個工具 問你這個工具是省時還是省力 然後呢 你必須要清楚它的支點 支力點 抗力點 然後呢 你才有辦法 確確實實的去找到 它省力還費力 今天因為攝影機壞掉了 所以等一下就只好 你們上來沒有錄到 然後我們用嘴巴這樣說一說 來我抽到號碼的人 你上來告訴我 請你用你的奶油桂花手 指出失利點 支點 跟抗力點 起釘器 請上來指給我看 失利點 抗力點 跟支點在哪裡 OK 來帥哥男 21 21上來 拿你的奶油桂花手 指給我看 來施力點 你要控補不自首 施力點 抗力點 抗力點 那邊底下的釘子 又 抗力點 手指好 不對 支點 支點對 抗力點 釘子的腳 腳勢 抗力點 回家 這個手叫施力點 這邊叫做支點 釘子的地方叫做 抗力點 他的施力力比較長 所以什麼工具 省力的工具 省力的工具 可以嗎 開瓶器 一樣上來 用手指給我看 失利點 抗力點 跟支點 可以 可以嗎 可以嗎 來 小女生 Number 4 4號 上來 奶油桂花手 指給我看 施力點 抗力點 跟支點 最右邊 支點在左邊 抗力點在左邊 他不知道什麼 他不知道什麼叫右邊 來 施力點 手指給我看 施力點 施力點 站上去 施力點 右邊 好 抗力點 抗力點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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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東西 後面 後面 支點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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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右邊 回家 回家 手這裡叫做施力點 哪裡是支點 這裡是支點 這邊叫做 抗力點 然後所以也是誰比較長 施力比比較長 抗力在中間嘛 施力比比較長 所以它是什麼工具 省力的工具 扫把 扫把 支點 施力點 施力點 抗力點 指給我看 來 可愛 大帥哥 帥哥 27 上來 奶油櫃挖手指 施力點 抗力點 支點 施力點 好 抗力點 支點 其實 找不到支點 找不到支點 要你改 要你改答案 施力點 好 上面叫施力點 好 然後回家 這裡 手在用力 手這個地方叫做施力點 手抓的不動 這個叫支點 這裡 叫做 抗力點 抗力點 所以它誰比較長 抗力比比較長 所以它是個什麼力的工具 廢力的工具 但它省時 你輕輕動一點 比較有掃好遠 你掃的是灰塵 不是鋼條 所以廢點力還OK 廢點力還OK 這沒辦法錄影 我當我用示範給你看 正確的掃地方式 要怎麼樣做 就沒有錄了 以前有錄過 來 9號 9號 上來 施力點 抗力點 支點 前面 施力點 抗力點 支點 很好 手這邊叫做什麼 手這裡叫做施力點 手這裡叫支力點 然後中間這邊叫做支點 這裡叫做抗力點 一般的剪刀省時還是省力 不省時也不省力 它是使用方便 如果刃比較長就是一個 費力省時的工具 如果餅比較長就是一個省時費力的工具 筷子 筷子 這裡等一下示範給你看 正確拿筷子的方法 一樣 施力點 支點 抗力點 帥哥呢 32 32 上來 來喔 桂花手指給我看 施力點 支點 抗力點 施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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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那邊 施力點 手施力點很好 抗力點 共丸很好 支點咧 很好 回家 手這裡叫做施力點 尖尖這地方叫做支點 支點 這裡叫做 抗力點 所以它這個什麼工具 施力在中間 它是一個 費力的工具 但它省時 你只要動一點點 就可以筷子張好大 然後夾起你要的東西 OK 最後一個 材質刀 材質刀一樣 施力點 抗力點 支點 來 停車 站接會 在哪裡呢 7-7 7號 上來 來 施力點 抗力點 支點 施力點 很好 抗力點 抗力點 我要踩指 所以抗力在哪裡 支點在哪裡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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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叫做施力點 這個地方叫做支點 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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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力在中間 所以什麼工具 省力的工具 就是一種提醒 問你說它是 省時還是省力 然後搞清楚它的作用方式 OK嗎 OK OK